- 嗨, 全面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礼拜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迷当家, 我是李欧 台北股市今天上涨8点, 还记不记得礼拜三是上涨3点, 礼拜四也涨3点, 礼拜五涨8点 也就是说从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这三天 这个盘他就像我们之前所预告的 这个盘他在修正指标 也就是说他透过横盘整理来拖时间 也就是他以盘代跌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过去的三个交易日 这个盘他都呈现一个小涨的状态 而成交量也是大概在1000出头以上下 所以横盘他就容易出标股 所以这段期间有很多好的股票 业绩非常好的创新高的股票 那这些标的就一档一档 不断的往上做一个冲高 那今天呢这个盘 他还是一样维持在一个横盘整理的区间 可是不太一样的是 之前的强势的一些标的 今天很多档都开高走低 那震荡开始慢慢出现一个整理的态势 所以我们从日线架构来看 日线架构来看 短线他会呈现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 也就是他会在这个291到600之间 来来回回做一个震荡整理 因为这个地方有没有 KD指标已经出现在一个高档了 那我们看到60分的短线是在低档嘛 所以一个在低档 一个在高档 他就会出现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 除非这个盘 他受到国际股市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强势 他直接带量攻过这个区间的上缘 那他就是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强势的走势 但短线上看起来 目前还是在这个区间震荡整理的几率 是比较高一点点的 那逢回的部分呢 当然就是要折优布局嘛 逢回他不破这个10291这个位置 我们就折优进场最后布局 锁定一些好的标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盘 在我们这个8月6号的时候 我们赠送给各位投资朋友 请大家这个索取我们这个自选长宝图嘛 就是自选长宝图里面的标的呢 像8月6号 我们送给大家的3661的四星KY 四星KY他的7月份的营收 是很明显的比这个6月份来的成长 那也比5月份来的成长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只有四星KY 涨幅特别的凌厉 因为他的业绩好嘛 其实挑选股票并不困难 挑选股票你就只要选择业绩好的 那这些股票其实法人自然而然就会跟上嘛 所以你看到这个投信的部分 他在底部沿路的买沿路的买 那这一波往上做一个快速推升的时候 这个投信的买盘 就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嘛 好 那整个波段的涨幅呢 从8月6号到现在 有没有 他的波段涨幅已经涨了32%嘛 那一张的价差也高达3.2万元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档 一样是自选藏宝图 我们8月6号赠送给投资朋友的一个股票 6411的这个经验部分嘛 一样他是投信主导的 你看到他的业绩非常非常的好 那外资小买小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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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可是呢 投信是呈现大买 尤其是月涨投信他买的月凶 整个从8月6号至今 有没有波段涨幅已经接近50% 已经来到43%嘛 一张的价差也高达3.5万元嘛 好 那包含像我们后来在8月19号 我们又赠送给投资朋友第二波嘛 第二波自选藏宝图2里面 这个6426的一个统新的部分 统新他也是跟5G有相关嘛 他做这个薄膜绿光片的一个公司 你看外资的部分 有没有近期 他前面虽然涨一段 感觉上涨很多了 可是他在横盘整理的过程当中呢 有没有这个外资还是持续进场做买超嘛 投信也小买小卖啦 那这个地方投信的买超 并不是非常的一个明显 但是呢 这个地方高档连续拉3只之后 短线涨幅已经非常大了 你不要再去做一个追高动作 可是呢 他横盘整理修正一段时间之后呢 搞不好他后面又会在网上 做一个继续公高的动作 最主要是这样子的标的 他为什么近期这两天开始出现一个休息呢 其实是因为他涨太多了 短期啊 短期间涨太多了 所以变成说他会被交易所做一个分盘交易 所以他现在是5分钟撮合一次 他希望投资人可以冷静一点 说不要在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还这个盲目的去做追高 但是呢 其实好的公司有业绩的公司 那其实他休息整理完结束之后呢 他还是会再继续往上做一个公高 尤其是他跟5G有相关嘛 就像这个3338的一个泰塑 泰塑我们都知道他做一个散热的嘛 除了像这个操纵啊 像双红 他的股价都涨很多 涨非常的高 那泰塑的部分呢 其实他也算是涨非常多 那股价很明显都已经翻倍以上嘛 那在上8月8号礼拜四的时候 那时候当时股价多少 当时股价已经来到接近70块了 当天还涨停板了 已经创成了波段性高 那这个地方 其实说实在 就算是我我也不敢在这么高的地方去做追高嘛 所以我每次说 这个地方这个姿态是很高的 我们不要去做追高的动作 但是呢 有些股票 他是一个相对低位阶嘛 比如说像这个6124的这个夜墙的部分嘛 他是做散热的风扇 这个地方有没有 他位阶比较低嘛 8月8号这一天 我们是这个礼拜四嘛 因为礼拜五就是休假嘛 我们还特别提醒大家说 这个是在低位阶 你可以早买一点 见场做一个切入的动作嘛 好 那 有没有6124的夜墙 即便 你看这个整个波段的涨幅就高达29% 那即便今天 有没有盘中在尾盘的时候 突然一阵急刹往下跌之后 可是他看到市场上这个操纵 还有这个双红 其实他并没有特别弱势嘛 这个可以视为说 有些投资朋友在这个地方 短多获利下车 但是有些人他知道这个夜墙的好吗 因为夜墙 他的大股东的持股 就持股400张以上的这个大股东 他的总持股的比例高达90%以上 已经逼近95% 所以这个地方呢 他筹码是相当相当的一个安定 所以我们在8月8号 我们在群组里面也跟大家说一个分享嘛 他这个整个波段涨幅非常非常大 到现在呢 其实不要预设立场啊 因为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败象 而且这个地方呢 说实在他就是外资跟投信 他并没有太明显买超 变成说他是内资在主导股票 因为你要想嘛 这个大股东持股都已经高达94%了 当然外面筹码很少 所以法人对这类的股票 他琢磨就比较少 变成说他是内资主力在操控 那既然他筹码非常安定 那基本上他想找到哪里 那没有人可以知道嘛 那只要我们手稳这个五日线十日线 不要跌破 那当然他就有机会水涨船高 那包含像我们昨天有在这个旁后里面 我们跟大家分享说这个新的保障嘛 我们今天会做一个揭晓嘛 那我们昨天在这个群组里面 也跟大家分享说 这个赤兔嘛 其实我们是礼拜 礼拜一我们就已经跟大家做一个解释过了 8月19号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旁后解盘就跟大家分享 这个Apple Pencil嘛 就平板 苹果的平板 其实他已经可以开始搭载这个触控笔的部分 先前比较旧的平板 他是没有搭载触控笔 但是新的平板呢 他已经带来触控笔 但是我们市场上已经有传出说 这个新一代的苹果手机 他可能会出现一个代笔嘛 那如果苹果出现代笔的话 当然会对其他现有的这个相关厂商 会产生一个正面的一个挹注嘛 所以我们8月19号 其实我们这样的股票 早就已经放在这个自选 藏宝图2的这个标的里面了 你看我们那时候还说 这个是苹果触控笔嘛 他有机会成为一个受惠股嘛 今年的累计营收创历史高 重点是你选这样标的的时候 他的业绩要好嘛 创历史高 本来业绩就好 那如果又可以切到这个题材 那当然他的股价会水涨船高 你看哦 8月19号 其实他就在这里 刚刚网上做一个突破嘛 那这个成交量也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放大 好那结果呢 8月22号礼拜四 其实整个新闻媒体又开始报导 你看他说出货畅旺嘛 这个益龙店嘛 Q3营收拼新高嘛 其实礼拜四媒体就开始做一个发效嘛 这个电视台就开始在爆了 可是你看到8月19号 8月19号我们锁定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 他根本就还没什么动嘛 你看外资 礼拜一嘛 礼拜一外资还卖1700张 礼拜二还卖560张 礼拜三礼拜四还开始做进场 那这个地方呢投信礼拜四大幅度的买超 买超3613张 所以我们看礼拜一二三四嘛 我们布局进场的时间点 其实他收一个小时之可以帮没什么动 可是我们看礼拜二的部分还稍微小跌回来 礼拜三礼拜四就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 好那今天又再创整个波段的一个新高价嘛 那其实益龙店他本来就是做触控嘛 所以他的客户是包含像微软啊像华为 基本上呢他现在还不是这个苹果的客户 但是苹果开始他也加入这个代比的这个行列之后呢 他是有一个什么宣示意义 有一个指标意义嘛 因为苹果的产品他只要大热卖之后呢 他就会带起其他非平阵营的一个风潮嘛 所以有机会会让这个智慧机代比的渗透率进一步的往上做一个攀升 这就是他未来有机会的一个题材 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盘面上 我们昨天也跟大家分享说三大法人到底在买什么 他们现在都在买PCB相关的股票 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像昨天这个星星 这个华通要华 包括像自营商也是要买华通要华星星嘛 包括像这个投信买超第一名第二名是这个华通跟星星 像华通这样的股票呢股本这么的大嘛 那这个股价现在在低档刚刚上来而已 那为什么法人喜欢买这个印刷电路板呢 因为这个地方他跟5G未来的产业趋势是有蛮大的关系的 这时候你就要想啦 这个下游的这个5G的相关这个PCB的这个概念个股啊 他的股价表现都开始已经开始慢慢往上追个冲高 而且有些像台光电啊联帽啊 那是台药部分包含像这个针点部分 他都涨很多上去了 可是有些连这个二线的在地板的都开始往上做一个发动 那就代表说这个产业 他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畅旺 那当他的产业非常畅旺的时候呢 他的产能有没有 是呈现一个满载的状况嘛 产能满载 那你会联想到他要做什么 扩产 扩产要买什么 要买设备嘛 所以你就是会联想到这个上游的设备上 可能会因此而受惠嘛 可是实际上呢 真的像这家公司有没有 他股价经过八九个月的横盘整理 那他股价走势是比较一个 呈现一个区间震荡整理 而且是比较大的区间震荡整理 那我们在这个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 他都有出现大量 有没有 你看对照那个左边这个地方 他股价冲高 成交上放大 后面休息嘛 那后面第二次再度过高之后成交又放大 那这个地方经过长时间整理 可是从这个年初至今很多股票他都一直不断的喷涨嘛 那你手上如果持有这样的股票 你可能就没耐心就卖掉了 但是呢 这家公司年初至今 他的累计营收1到7月份 他是创下同期的一个历史最高 那这几天呢 我突然发现他的成交量突然出现一个明显的放大 而且法人在这个地方有小少的进场做一个买进 所以相关的这个因为他是做PCB的设备嘛 所以你看法人近期非常非常积极的在买 我们刚刚看到这些股票嘛 在买这个星星华通药华等等 比如说像之前一路买的这个台光店嘛 这个很多公司联帽等等像公司 但这些公司呢 最终他要扩产 你只能找这家公司嘛 因为他在做设备的厂商嘛 所以他的业绩不错 那未来这个产业趋势又是对的情况之下 我想这样子的标的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团队首选的标的 好那我们整个选股的逻辑 我们基本上我们会根据这个量价的关系 还有近期筹码的变化 因为我们为了要让这个资金使用是比较有效率的 那进场之后呢 不需要等太久的时间 所以我们会从这个量价 还有包含筹码地方去进行一个切入的动作 那切入之后呢 我们会看这有量有价有筹码 那万一是这个主力做手硬做去拉一两根上来 那后面就没有续航力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再去看 这个自家公司他的营收 甚至于说他的题材 题材就跟产业面有关嘛 比如说像现在PCB 还有PCB的这个设备商 他是目前最夯的一个题材嘛 那假设他的营收也确实像我们刚所看到的自家公司一样 就是他的营收是创历史高嘛 那这样子除了你量价筹码都对了 那营收包含一下 整个产业面 他的这个题材面也对了 那我们只要锁定这个技术面 来进场做一个操作 那严守这个停损停利 那基本上呢 这样整个选股逻辑一整套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做到我们是买机优股 那报整个波段 那如果说你只是买题材短线的 他没有这个营收 或者说他的量价筹码没有那么漂亮 那大股东他的持股可能是比较少的 那基本上你如果是买题材 你就只能做一个价差 做一个短线的价差 好 那这个这是谁 这是李嘉诚嘛 李嘉诚他曾经说过啊 这个智者有没有 你要创造机会嘛 因为很聪明的你会创造机会嘛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办法去创造机会 那强者你就把握机会嘛 我们只要做到把握机会就可以嘛 因为弱者他会错失机会 机会来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机会嘛 所以我们人的一生当中 其实并不缺乏机会 人的一生当中都有很多次的机会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金融海啸 2008年的金融海啸 2000年的网络科技泡沫化 那很多的机会 比如像这个SARS啊 911等等的 都有非常多这个非理性的下跌的机会 但重点是机会来的时候 你要把握住 那现阶段呢 整个选举行情 我们面与的就是选举行情嘛 选举行情到目前为止 还有四个月时间 那我们看到现阶段很多股票 在不断的往上做一个攻击 往上的呈现一个成长状态之下 这些都只是前菜 因为等到真正选举行情越靠近 准备要发酵的时候 这股票的涨势会越来越凌厉 但前提是你要锁定的标的 是这个机优股成长股 他的业绩是逐渐往上做攻高 而且是符合未来的潮流 就包含像5G嘛 包含像PCB嘛 包含像散热 这个就是目前外资所锁定的一个最重要的题材 好的 那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做一个参考 那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